港北行程繼續展開 韓市長起了個大早 先來吃早餐要備足體力 市長昨天睡得好嗎 睡得還好 睡得還好 大概是六個小時 五個半小時就可以了 只睡了不到六小時 就趕緊起床 第一件事情 就跑到飯店餐廳吃飯 加了幾片火腿 培根外加炒蛋 先填飽肚子 因為接下來的行程 一樣超級滿 就算身體扛不住 韓市長的早操一樣 不能忘 市長今天早上起來 怎麼沒有來運動 有 有房間 對 行動 行動 行動完了 在房間 可能是怕驚動媒體 上回在飯店 被捕捉到在做早操 這回韓市長 還在房間內運動 運動完和夫人李嘉芬 一起甜蜜共享早餐 問到和老朋友見面的心情 韓市長再度露出微笑 看來昨天的聚餐 讓市長想起不少童年回憶 開心 這個從小一起長大 隔了三四十年 在美國見面 當然很開心 將幾片小時候的事情 打給點力 很開心 隔了數十年 終於有機會到美國 難得擠出時間 和老友聚聚 聊聊童年去世 藉此衝衝電 續完了舊 韓市長的訪美行程 要繼續往前衝 替港督拚經濟 接著洛杉磯綜合報導